说就在5月17号 四川梁山州西昌市的四名学生 在上学路上遭遇了身体滑坡 当时几个孩子的半截身子 已经被泥石流埋了 情况非常的危急 幸亏他们遇到了一位好心的过路司机 咱们一会儿来看一下 说这位好心的司机呢 叫做赵学斌 他是不顾危险 立即停车上前失救 从一片泥泞之中 把孩子们一个接一个 像拔萝卜一样给拔出来了 这个解救非常的及时 在画面当中呢 我们也看到了 当时的山铁滑坡 还在持续 如果没有人帮忙 孩子们的后果 那真的就是不开设想 赵师傅 您就是一位见义勇为的英雄 看完惊险的救人 咱们再来看一个惊险的比赛 是什么呢 咱们一起来看看下面的视频 听着欢呼声喝彩声多热闹啊 说这是呢 在湖南衡阳举办的一场 骑自行车过独木桥的大赛 获胜着呢可以得到一只土鸡 这女孩子一路的表现呢都特别优秀 迎来了一片贺彩之声 但谁也没想到啊 马上就到终点的时候 这意外翻车了 我那看网友的评论呢 特别有意思啊 有的说这是因为在欢呼中 迷失了自我吗 还有的说啊 这是加载到了99% 然后就失败了的现实版吗 比赛啊就像人生 就算胜利已然在前方了 咱们也得万分努力 可千万不能打一啊 咱们也得万分努力